為了祈求神明保用什麼事都做 選舉之前 我們全家有去鑽一個活動 就這麼大而已 可是我們就還是一家人 還是順利的鑽過去 回去以後 我爸就當選有當選 今晚9點 六月到七零 請你跟我這樣過 報酬師主動跟我說 忙得你眼睛怪怪的 我說OK啊 我眼睛怪是很正常 很久以前就有 因為我眼睛常常會有紅血絲 我以為他說的是這個 結果他說不是 他說你的眼球起水泡 我說什麼意思是起水泡 他說你自己對著鏡子 然後轉動眼珠這樣看 我自己那時候沒看到 我說你看到什麼東西 他說你的眼白部分 就像是 人的皮膚碰到這個 燙的 燙傷 起了水泡 那樣子 在眼球裡面起了水泡 我們也會 我不曉得是不是因為 就沒有去做處理喔 沒有 因為要錄影了 要工作了 你根本也沒時間 錄完影了 又只想回家休息 所以根本就很難注意到 就是一定要趕快儘快求醫 不曉得他演不演奏 可是他那個好像一下子 就一陣子 他就會自己消掉了 因為我 我大概一個禮拜 可能會有兩三天 也會這樣 他們好像跟我說是 然後就 裡面的那個 淚一散不掉 他就真的是會 你眼白的地方這樣腫起來 我有一次最嚴重 是整隻眼睛啊 除了黑眼球之外的地方 全部都是腫的 然後你這樣去避它 你都會覺得裡面有那個 水球這樣被擠的感覺 真的嗎 真的會有這個嗎 對 就像包裝紙帶 那個 對那個 氣泡紙這樣 的感覺 然後第一次發生的時候 我很緊張 我就怕它會不會破掉 然後我的角膜就破掉什麼的 對 所以那次有去看醫生 然後醫生就開眼藥水給我點 不是 有沒有說譬如說 是因為你眼型眼鏡戴太久了 使用不到 或者是怎麼樣 它有說一方面是戴太久 一方面是太髒 髒東西進去 它就整個過敏反應 一般在門診看到 就是戴眼鏡 大概三個問題很簡單 第一個就是 它戴著眼鏡進來 或者是說 它剛把眼睛很紅 對 那通常就是我們說 沒洗乾淨 或者是說 戴太久了 缺氧 或者是乾燥 是第一個 第二個就是說 它可能在清潔 或者是太省著用了 它已經破掉了 你繼續戴 所以它一直磨一直磨 有結果它如果裂掉 我們肉眼不見得看得到 看不到 我們顯微鏡放大40倍 我才看得到有裂痕 那另外一個就是 它真的裂掉 或是在取的時候 不小心斷了一腳 所以患者他不曉得 他到底那個在不在裡面 就叫我們再幫他翻 翻來翻去 真的有時候會翻到 那我就問他說 你這個多久了 他說這好幾個月 你好幾個月了 放在裡面 那第三個就是說 化學藥品 點到裡面去 化妝 我們比較離譜的 真的有一次中秋節的時候 他是說他突然 烤肉 然後突然就覺得 視力就模糊了 就燒到了眼鏡 滑掉了 我覺得 因為他不見了 然後就變形了 變形然後不見了 他說他有拿下來 就是說那個 因為這個隱形眼鏡 它是一個材質 所以他遇到熱 他就會變形 然後他對脫水也很快 一下就變荷葉了 對不對 以上這些問題就是 我們要特別小心 就是說 時間可能一天只能戴八小時 你才能戴二十年 二十年 這個是一個數值 八乘以二十是一百六 所以你一天要戴十六個小時 那就十年 哦 一百六是一個推算的一個依據 這個是臨床經驗值 那如果說你戴十年之後 你再戴眼鏡再戴個五年以後 然後你再去戴隱形眼鏡 你再戴十年吧 一天戴十六小時 也就是說 這隱形眼鏡 對眼睛是有某種程度的傷害 對我補充張醫師我講的 日拋的眼鏡它品質也比較差 它才有問題嘛 所以說日拋眼鏡呢 其實你不能說每天不換 一定要換 因為它才一直差嘛 透氧力就差 因為眼睛最需要癢 透氧力差 如果眼睛發生有紅種 那張醫師所講的 可能磨的這個荷葉邊 或者之後有缺角 傷到這個眼睛嘛 但另外一種是 如果沒有拔下來 眼睛會發紅 就知道這個眼角毛血管增生嘛 那這個永遠沒辦法恢復 有時候紅眼睛永遠沒辦法恢復 真的 為了這個血管要擴張 要會呼吸嘛 所以它變粗了 增生了 那之後就回來 就回不去 但是有沒有人 因為隱形眼睛使用不當 造成真的有傷害很大的案例 好多的啊 之前有醫生就說 他們現在看到那種女生 小女生來啊 大概十個裡面 大概有八個都是因為 隱形眼鏡帶的問題 再另外兩個看來假睫毛吧 對 因為說很扯 剛才那個張醫生講說 翻到碎片 那不離譜 有醫生說他奇怪了 他找你來 拔隱形眼鏡 因為他已經自己拔不下來了 拔不下來了 因為他發現他在撕 可能會連自己的角膜的皮層都濕癌 所以他很怕 因為他戴很久 然後就來 然後醫生他就想盡辦法 把他拔下來 他說拔下來之後 看奇怪 你這個 隱形眼鏡本來是這個顏色嗎 因為他是灰色的 他已經戴很久了 到不透癢 那是角膜變色片吧 可怕 不是他就本來應該是透明的 到灰色就算了 他說 他說 他發現他眼皮裡面還有另外一個 隱形眼鏡 有些女生他根本就是 他覺得我自己有猜 可是他好像往上跑 有些他就一直覺得有異物感 你知道嗎 然後後來他發現他根本上一個 就沒有拿下來是藏在眼皮裡面 那有可能對不對 因為我有一上去 我以為我摘掉了 可是我真的怎麼找都找不到 很多人都忘掉 然後自己已經很久以前 可是你眼睛會極度的不舒服 會紅 會流眼淚啊 不會 有些時候沒感覺 看角度吧 有些時候沒感覺 他有時候跑到眼球上吧 所以有時候真的沒感覺 你是感覺不到的 真的喔 對 那是你眼睛動一動 眼球動一動之後 奇怪怎麼又有東西跑出來 對 然後你再轉一轉 他又跑進去了 那個時候千萬不要再轉一轉 趕快把他拿出來 想要耐的時候把他轉出來 不想再把他轉回去 怎麼覺得那算一種倉庫 對啊 但是這個是算聰明的 他來找醫生拿 像有些就硬拔 硬扯下來 來的時候 就是他說已經破皮了 那破皮就要看你的幸運 就是你破的深度 你跟位子 如果你傷口是比較大的位子 就中間就可能有後陣 就比如說那個地方 你看出去永遠有一個問題 有一個黑影或什麼 真的嗎 對啊 因為有結痂啊 那破皮他可以醫療的嗎 張醫師 因為破皮就是一個傷口 所以我們很怕帶影型眼鏡 就是說接下來發生了就是 腳墨炎 發炎 再來嚴重就是 那個細菌很厲害的就住在裡面 就變成腳墨潰炎 潰陽如果遇到那種什麼綠龍感菌 特別就是你都沒辦法消滅他的 他就一直住在裡面 然後一直增身 那就變腳墨穿孔 穿孔就完蛋了 穿孔就會影響到裡面 就會眼淚眼睛會發炎 那時候就要換腳墨 所以這個 多吃魚眼睛有救嗎 多吃魚 一心腹性 因為小時候有另外一個 你不要這樣 多吃兩尾魚 然後眼鏡還是照戴個半年 沒有那個魚眼睛小時候 媽媽都會說你吃魚眼睛對不對 那很熱門耶 一桌上就只有兩顆眼睛 對啊 可是這真的要小心 因為之前我印象中有一陣子 小朋友媽媽就是為了不讓他們戴眼鏡 就是做那個晚上戴的那個腳膜 那因為有時候小朋友自己的清潔 媽媽一定要特別注意 要叫他們仔細做好清潔 因為小朋友沒有就隨便弄一弄 就戴你知道嗎 結果後來也是這樣 就像張醫生講的 後來就潰癢或幹嘛 結果那很小的小朋友 就在等換腳膜 因為他自己也沒注意 然後他就隨便 媽媽跟他說要怎麼樣 隨便亂戴 了解 那我想問一下 如果我真的長期都在佩戴隱形眼鏡 我需要眼睛的定期檢查嗎 因為像我有一次是因為長睜眼去做檢查 結果那個醫生就看了我的眼球的狀況 他說還不錯蠻漂亮的 你沒有戴隱形眼鏡嗎 我說其實我有戴 但是我以前周拋 因為曾經不舒服過 後來我都改日拋 而且我都很乖 日拋就是日拋 戴完之後就丟了 所以他就說你的眼鏡的狀況其實還蠻好的 繼續維持 那所以說類似像這樣長期戴隱形眼鏡 是不是真的要去做檢查定期的 我覺得就是要看剛才陳博士有講 你戴久缺氧的結果就是會長心生血管 所以你有一個指標就是你每次戴隱形眼鏡 就覺得戴不太上去 戴上去扎一扎覺得跟以前不一樣 第一點 第二點你戴上去沒多久你就紅紅的 就是別人跟你講你眼睛怎麼紅紅的 就才戴上去過一下下就紅了 就是你以前可能戴了再拔下來中間還好 但是你這段時間特別感到戴了不適 而且眼睛紅紅的 那個就是在抗議了 那有可能是你是最近的發言 就是隱形眼鏡沒洗乾淨 或者你眼睛有一點髒 或者是說你真的戴太久了 你腳墨在抗議了 所以呢 你可能不再適合戴了 至少你要休息一段比較長的時間 這個檢查應該醫生看得出來 然後給你做適當的建議 了解 那有沒有戴隱形眼鏡的一些禁忌 就是戴上去有一些生活行為 它是對隱形眼鏡是會有傷害有不恰當的 我是有過戴隱形眼鏡然後去做三溫暖 又有烤箱又有蒸氣 你的眼睛都感覺好像也跟著在發燙了 行嗎 就這麼太行嗎 烤一烤就都乾掉了 就是後來就覺得不太行啊 所以就趕快草草結束 那是什麼感覺到最後是不舒服 對不舒服然後會覺得眼睛的那個 也被蒸發掉了 水分也被蒸發掉了 說三溫暖最不舒服就是 烤肉或是主菜或是朋友很多人在烤煙 主菜也不行啊 我都會一直流眼淚耶 切洋蔥被流眼淚 切洋蔥被戴上 沒有戴起眼睛也會不舒服嗎 我是會被那個煙燻到眼睛很不舒服 然後眼淚就一直流 一直流 一直流 所以是這樣嗎 煮東西什麼都不行嗎 烤刃也不能戴嗎 烤刃 我覺得游泳啊 烤刃啊要注意一下 游泳 游泳不戴起眼睛怎麼不行 就是那個時候呢 就是流行你點戴眼睛 你要就是涼的清爽 像是你腳超涼過 和口香糖能感 一次不是買一盒兩盒 是買一箱 而且他那個日本的藥妝店 好像是可以試點 所以他就一罐一罐點 對 他一定要點到這樣的狀況 點下去 好涼 我看不見 買了 我們發覺很多藝人來找我們 要兩種藥 一種就是 這個其實是什麼 叫血管收縮劑 他點了以後眼睛就是 黑白分明花